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招聘了一个女大学生当助理 然后开始冷落她 暗恋她 狂虐她 差点折腾死她的一个 披着犯罪心理外衣的闷糟爱情故事 你说说这样正常的剧情 怎么能跟上奔大侠 无解掏了脑洞呢 怎么办 郭建华在里边的表情 高兴是这样 难过是这样 喜欢是这样 生气是这样 这面摊是高冷 一秒穿越回白子花好吗 只是目前来说 我们以这样的身份 最为合适 所以啊亲们 她来了请闭眼的正确打开方式 应该是 用你的手 借我的锁 跌入这里 你是谁 是你 居然是你 长流上仙白子化 因招惹了天蜥座女票 花千古 被流放到重海着雾霾 底沟油 苏丹红 三露奶粉 荧光面膜 臭皮屑酸奶的现代之地 谁在名义诅 今生今世 有生有世 我再也不应爱上 花千古 因爱生恨 在白子化身上 下毒诅咒 控制她的现代之地 不能相亲 不能恋爱 不能结婚 最重要的是 不能有表情 遇到喜欢的人 也只能 装 可是 造花弄人 花千古 三世轮回 转世成 傻白甜 薛珊珊 在现代之地 偶遇白子化 都疯狂地 爱上了 她的美表情 花千古的转世 薛珊珊 虽然自称傻白甜 却是个 十足的心机女 主动应聘 白子化的助理一职 前方百计 导演了一出 霸道总裁 爱上我的戏码 我的时间 不是用来做 这些无药的事情 我需要有人替我做 很多繁琐 剪无效的工作 这衣服不适合你 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个新的规则 搬上来和我一块主板 难吃 年太多 要是说是吃错药了吗 摩卡 谢谢 性感 真的吗 我快发现了 没有原来赏心悦目 我怎么会睡在这里了 我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男人 这是成什么样的梦啊 我居然喝大老板了 哦 薛珊珊 情不知所情 一往而生 那你可不可以轻微一下脸颊 老板他喜欢我 最终两人突破花千古的诅咒 携手逃出现代之地 再没有房贷 车贷 巨额医疗的长流郊区 共度余生 哎呀妈呀 没想到瞎边还能有头有尾的哈 其实呢我要告诉大家 他来了《请闭眼》 是一部神奇的电视剧 你以为只有白子花是穿越来的 还有这位呢 你好 我是薛锦言 什么 你叫什么 亲闻不觉得他眼熟吗 好吧 放个音乐 先行办圆滑 好了 脑洞开太大了 容易合不上啊 亲闻 看完了穿越版的 他来了请闭眼 是不是 请闭嘴 是他来了请闭眼 不是请你闭嘴 呃 好吧 Wen Wen 哈哈哈哈 啊 啊 显而易见 非你不可 非你不可